早上6點18分 歡迎收看中天氣象戰 我是銀秀 趕快來關心今天的天氣的消息囉 今天含流大發為 今天一大早溫度最低喔 來看看目前外淘台北市11.1度 幾乎是不會下雨的 多暈倒晴 但是真的全台灣超級冷 千萬保暖再保暖了 目前低溫特報趕快來關心囉 好你看幾乎全台灣都在 就是那黃色跟橙色的 低溫特報的範圍當中 而且長色燈號範圍又更廣了 溫度又更低了 來看看是6度以下的區域喔 真的沒聽錯6度以下 包含了新北市桃園市新獨縣 還有苗栗縣宜蘭縣 真的要特別的飽滿橘色區塊的 都可能是出現6度以下的低溫 另外呢黃色燈號 也就是10度以下的低溫的區域 包含了基隆台北新竹台中 彰化南投雲林嘉義 還有呢台南高雄屏東以及花蓮台東金門 全台灣都是10度以下跟6度以下的低溫 特別特別的注意保暖了 好另外還要來透過呢這個目前最新的測站的數據來告訴大家 今天一大早到底有多冷有多冷有多冷 來看新竹鵝梅 已經測得不到6度的低溫 只有5.9度了 另外呢新北市的深坑測得6.1度低溫 苗栗大河也是只有6.5度低溫喔 還有彰化線的分源6.8度低溫 南投也測得了7度低溫 特別提醒大家今天一大早是這一波寒流最冷的時間 千萬要注意保暖的工作 衛星雲圖同步來更新 今天就是因為寒流這大發威 超級冷的 東北風又很強 沿海會有強震風 包括水氣也開始減少了 降水域定浪降水域包含來關心 今天白天跟晚上 基本上全台灣都是多雲到晴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強風特報 目前氣象局針對了台灣各地 包含綠島蘭域 鴻湖金門馬祖沿海空曠地區 都發布了8到10集 強震風的強風特報 最新的氣象資訊提供給你